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聚焦 其实这个消息是我昨天看到 瑞士在有关港版国安法问题上 欧洲显得非常的松散无力 欧洲显得松散无力跟德国有着直接关系 跟默克尔有着直接关系 默克尔是当初东德的党员 共产党党员 在东柏林大学里面教书 后来在德国消失之后 东德消失之后 他逐渐的步入政坛 我以为可能真的是有这问题 在天灭中共 就共产党走到最后的时候 那默克尔骨子里的某些东西有所触动 他在有关人权问题上和共产党邪恶问题上 他极力回避 德国表现的极力回避 在整个全球的背景之下显得非常突出 而在西方的阵营当中 他变成以德国的实力故意抗争美国 相当的明确 所以欧盟你会看到 在对付中共邪恶的时候显得那么柔弱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习近平在香港处理事情当中处理的非常的果敢 当他走出了 在他权力之内很果敢 那当他走出了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 在香港先是抓人 抓四个学生 然后DQ了12个立法会的参选者 然后推迟立法会选举一年 这是连续三天 29、30、31号做 在这个压力的背景之下 德国宣布终止跟香港的相互引渡条约 那也就是他做法 而今天呢 昨天的晚上 三号的晚上 法国跟进 拒绝与香港相互引渡条约 这样的话在欧洲大的国家当中 现在比较大有名的 意大利 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 西班牙 这一类中等 相对中等的国家 在还没有发出明确的声明 结果在 这是昨天我们看到法国动作之后 看到了瑞士的表达 瑞士的地位太突出 太特别 瑞士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中立的态度 对相关的内容 他很少发表意见 所以他就成为了非常安全的一个避风港 中共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 大批的官员贪官在瑞士 藏有财产 举个典型的例子 金正恩跟他的妹妹 在他早年的时候 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兄妹两人在瑞士读书 瑞士都是接受的 所以他跟他的妹妹关系好 是因为哥俩当时都在那读书 瑞士并没有因为 金正日的独裁跟邪恶 而拒绝他两个孩子到那读书去 没有 这就是瑞士 那瑞士几百年来 银行保护法 保护着所有人在那里 所开设的银行跟金钱 所以瑞士的金融业 旅游业是极其发达的 他的金融业的发达 是因为有大批的钱 那些各种来处的钱 都汇集到他的地区去 所以这是他赖以生存的基础 那也是非常美丽的 就是人的生活环境 指数非常高 指数十多年前吧 北京奥运会那年 我到瑞士去过 一杯星巴克 当时那是12年前 2008年 一杯星巴克的咖啡 就是他的中杯吧 8块9欧元大概 10个欧元 那在美元的话 就是当时的价格 美元是1块3 1块2是1块3 差别就那么大 一个汉堡包15块 欧元 那个不得了 这个是不得了 我记得在 1998年 那次也去过 去过一次瑞士 1998年 四个西红市 大概这么大 四个西红市 当时是法郎 没有欧元 四个西红市 21个法郎 大概 所以瑞士就是消费指数非常高 环境非常好 所以他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结果昨天突然提出了一个说法 这是瑞士外长 不会坐视中共人权状况 冻结官员资产最具有杀伤力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这个说法就相当的太突出了 有点 有点太突出了 因为太多的人把钱存在瑞士了 中共太多的人 中共官员现在把钱存在美国的 我相信很多人会把钱赚到瑞士 因为现在对中共官员来讲 把钱放在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都不是安全的 包括英国 都不安全 那真正安全的只有在瑞士 那意大利跟西班牙政坛比较动荡 包括法国 所以我以为瑞士是相比之下最平稳的 那如果瑞士今天发出威胁的话 那对中共整个政坛的这些官患 整层精英的整层都是巨大打击 那很麻烦的 瑞士外长 二号 中共背离改革之路 侵犯人权严重 香港国安法威胁了在香港的瑞士人和他的企业 如果中共执意这么做的话 西方国家应该表示更加强烈的反对 回应 那这个表态就不太一样了 据说中共反应非常快 这是他接受星期日叫周日展望报采访时 做了上述的表达 政治自由化 经济自由化不成正比 侵犯人权加剧 所以很突出 我个人觉得如果瑞士人这么表达的话 已经改变了他曾经所拥有的那种政治中立的态度 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书表面上是政治中立不存在了 实际呢 是因为也透显出生命内在的含义 就是这么讲吧 天灭中共的含义 天灭中共的含义 高过政治正确 高过制度选项 他只有善恶之取悦 强推国安法 中共国在香港问题上 兵弃掉一国两制原则 会影响很多在香港的瑞士企业 意味着瑞士可能成为 即英国法国德国之后 另一个应港版国安法反制中共国的欧洲国家 那这个就就比较厉害了 他的反制手段会直接了当冲个人去 王龙蒙 王龙蒙 他说是法国人 国安法唤醒欧洲人 很少对人权发表声音的瑞士竟然表态 这是一个不同 显然极其不同的 很多西方国家 西方中国经济开放带来政治的良性发展 但没想到却变成了变本加厉 所以西方人的善良的表达 人的善良的表达 在中共的体制当中 高级动物的眼睛里 被当成了笨蛋 和无能 那是嘞 进化论会把别人的善良当成笨蛋 当成无能 所以这是因为他没有任何道德的意识 他没有任何道德的意识 那男人在外头乱找女人 女人骂他缺德是因为这个女人吃亏了 对不对 那这个做媳妇的女人怎么报复呢 外头养男呢 对不对 你老爷们挣了钱 我从你兜里拿钱 我外头养小男孩 小丫头 你欺负姑奶奶 我今天不起你脖子上尿尿 我对不起你 他说两口子是这个 这个东西肯定大有人在 太正常了 所以他们把专制手段伸向香港 就等于是威胁全世界 这种威胁远远大过经济利益所得 瑞士的外长的说法 引起了中共国极其恐怖的快速的反应 因为瑞士如果做的话 如果瑞士干什么的话 对中共的杀伤力太大 瑞士银行有大批的中共各家族的存款 如果瑞士冻结中共的相关人员的财产的话 那就太可怕了 是 有制胜中共国的法宝 瑞士银行跟中共利益集团密切合作 那如果欧盟制裁的话 冻结是最惧怕 我觉得这是这么回事 只是我们不知道 在瑞士相关的一些法律当中 和欧盟的相关的一些法律当中 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这个东西你要考虑到 但它的制裁手段和打击力度 是中共最怕的 贪图利益的人 最怕自己的钱丢掉 最希望别人都是破产 看到别人破产 他高兴 别人出事他高兴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了 朱瑞是科技大的博士 拥有特殊经济和国际地位的瑞士 打破中立形象 特殊的威胁力 原因就是瑞士显然看不下去 中共的做法 立足于发达的金融业 对香港的遭遇深感同受 所以他说就如何表达了 我个人觉得这些都是泛泛之言了 真正的力度来自于瑞士的外长 和他将要采取的行动 他可能会顾及到欧盟的说法 但是并不妨碍瑞士单独表达 所以瑞士曾与英国、法国、德国 27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 在有关港版国安法问题上 那中共之间的强悍的金融关系 2014年7月1号 中国瑞士自贸协定生效 瑞士成为首个跟中共签订双方 双边自贸协定的欧洲大陆的国家 所以这是一个瑞士本来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 非常亲共 一个亲共的瑞士今天走到了今天 我以为这就是在真正天灭中共的一种 一种现实环境中的表现 你问他瑞士为什么 他讲出来也是很表面 跟其他国家讲出理由没有太大差距 但过去曾经发生那么多 他为什么不表态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表态 这就是我说时间的概念 超越了其他的一切的因素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观看